水份小測試 首先檢查臉未塗任何東西之前的水份 然後左邊噴清水 右邊塗甘極潤肌鹽水 兩邊都明顯即時提升皮膚的含水量 而塗了化妝水那邊就稍為再強些 之後就要測試持久力 3小時後,普通水的水份極速漏失 而塗了化妝水那邊就有鎖住水份的能力 所以只過了3小時,微微下降 再看看6小時後的水份 哎呀,左邊的普通水值插跌28% 更帶著本身肌膚的水份 而右邊就很滋養,總結到63% 是未用化妝水之前的雙倍 原來化妝水真的不止水那麼簡單